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同一过体 里边我同一过体 不同的组织 肝脏 肾脏 肠脏 肠道 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器官 那么DNA减器组成是相同的 就一个人有你自身的遗产规律 所以你的DNA基因是不同的 这第二个 就是不同组织之间不同 但是同一过体之间不同组织是相同的 第三个 几乎所有的DNA 那么它在经营分析 无论种树来源什么种树 那么它的AT基因是配对的 就是摩耳树相等的 就暗示它是配对的 当然那时候它不知道 这个AT就是减肌 或肌肾 包米粒和鸟漂粒 休息米粒和线漂粒 是摩耳树相同的 它那时候只是提出摩耳树相同的 并且是种的漂粒粒对于种的米粒粒 就是摩耳树相同的 那么就暗示它要配对 当时它提出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个有配对 配对AT基因是配对 这是以后别人什么提出来的 才知道 好 第四个 体内的减肌组成不受年龄 生产状况 营养状况反击因素影响 也就是你生出来 从两种生出来的基因在这儿 你就再不变了 你生中也不变 不管你生长情况这样 营养状况这样 还是这个时候在哪个环境 它都不变 当然一个人遗传信息怎么会变呢 是爸爸给你的 不会变 当然当时别人之前他不知道了 所以在1952年 那么查家夫这个学者就提出了这四个规则 后来把它成为剑基组成的规律 就是查家夫规则 这里头一年 第二年 那么这个福尔克林 英国教系剑桥的一个教授 发现了 X线的演示照片 首先显示出了 DNA是属于螺旋性大喷子 好了这两个人 两个人加上非常孤立的两件事 一个提出前年1953年 就在查家夫规则 一个呢1953年看到了这个什么 螺旋性的 这个分子 显示出来是螺旋分子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接着目前没有任何人把他想到DNA是双螺旋结构 所以就鼓励了下面的一个双螺旋结构提出的两个学者 好了我们等一会再跟大家说 这时候我们看看查家夫规则在2017年也考了这个查家夫规则 大家看有关DNA减击组成的规律 那么错误的是哪一项 他让你找出错误的大一项 答案A是用不同的主书 不同的主书都可以进行简击的组成 都有这个规律 AT及时的配对 所以它的摩尔是相同的 答案B主要有线漂亮的组成 是不是线漂亮呢 AT及时的这个简击都可以组成 所以不积极值的线漂亮的组成 因此错误的答案是B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B了 答案C 漂亮或米灵的分子手相等是摩尔会相等 表示它在这嘛要配对 AT及时配对 答案B与遗产特性有关 当然基因 DNA 这是从你爸那里遗传的 当然你遗传特性有关 不是年龄 因而状态的影响 你生出来 量度着出来这个基因在这 那么你终身不改变 所以答案B相也是正确的 因此不正确的答案是B 这就是考虑一个查家福规则 好了我们刚才说了 在1953年 第四个富然克林 那么他就提出了 DNA的这种XN也是照片 写着DNA分子是螺旋约分子 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个DNA双螺旋结构 他只是说我跟这个DNA照了个像 照像出来写着它是螺旋约分子 然后前一年1952年 那么查家福提出了查家福规则 减激配的规律 所以这一个这就是它的一级结构形式 我们跟大家说过 核三是由核干三组成的 那么第二分子是土阳核糖核干三 那么是用土阳核干三核干三这些排列的顺序 那么我们称为第一分子一级结构 而第一分子的一级结构核干三的顺序 那么零三是相同的 土阳核糖是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是减激的排列顺序不同 所以第一分子一级结构 虽然叫做土阳核干三的排列顺序 那么也就是成了什么 减激的排列顺序 这就是DNA序列 我们每个写的这种DNA序列 什么ATGC这种密码这些东西 都是指这个减激的排列顺序 我们外围的这些支架磷酸 土阳核糖 怎么因为它是一样的就没有写出来 所以为了简边期间 所以我们所写的就是这里面这个DNA 那我就给它写成什么 TGC 这样写下去 写的这个减激顺序 这就是我们DNA分子的一级结构 也就是土阳核干三的排列顺序 也就是减激的排列顺序 也就是DNA序列 好了我们在10年专门考了这个DNA的一级结构 是多核干三的排列顺序 严格来说应该是什么 土阳核干三的排列顺序 土阳核干三的 以三片五片二之间 串联起来的这种排列顺序 所以正确答案为一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著名的DNA双弱性结构 我跟大家说过 在1952年采加福提出了采加福规则减激的配对规律 也就是ATGC的配对 大亚摩尔兽相等 并且一生出来之后 一直到你的死不受你反击 胀气的改变 也就是你DNA的基因不发生改变 那么在1953年 在英俊剑桥大学 大家注意了 也就是他的导师 克里克他的导师在英俊剑桥大学 他们两个是好哥儿们 这个美国鬼子 跑到英国人的剑桥大学去做博社和研究 那这个都很年轻 大约就是三十日左右 就跟他们像一个寝室去玩一样 你在跟你导师干活 我晚上去你那里玩 你在实验室干 我不是搞资料 我是搞一场研究的 我跑到你那里去玩 一看 他就拿出来宣扬 宣扬他的导板 福尔克林 1953年 他提出来 我的老板搞了个很漂亮的照片 照的是DNA分子 很过瘾很好看 看到这个DNA是磨线性的 好了这个家伙 说这个人 克里克 说着无心 这个我 瓦森 也叫瓦特森 他听着有意 这么精美的东西啊 治安监 他就马上 把他看来一看 感兴趣了 突然感兴趣了 他最后 本来跑到英雅剑桥去 要搞这一场演 不 我突然转变方向 搞点老板 研究的这老板 然后就在当年 1953年嘛 你看看他 1953年 提出来的 大家说 是不是啊 就在当年 看到这个演示照片之后 你老板说 DNA是螺旋分子 前一年 这个 这个也提了 查家伙规则 是不是啊 经济派的规则 偷然 我记得 那时候是 1953年 大家是 03年的时候 50年 提出DNA螺旋 螺旋结构 50年的时候 这个结构 你那50年的时候 世界计算 那个一太阴大会 踩过他了 他当时已经89岁了 哎 采访了他 采访了他 他就问他 你是当年是怎么想象的 他说我的好哥儿们 就这个哥儿们 他的老板给我看了 啊 这个DNA的 看了他老板的照片 这个DNA分子 是个双螺旋结构 前一年 这个查家伙又提出了一个 剑击派的规律 他突然 有一天在晚上 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被大外面的雷啊 打醒 棒棒棒 打雷 打雷打醒 打醒了之后 他突然 惊得起来 那DNA 你既然是个螺旋结构 那么ACGC的摩尔首相等 说明他要派对 派对是不是 扭曲的这种结构呢 哎 他就理解 他因为对这个东西 感兴趣吧 他自己专业 都不要让他感兴趣了 哎 他就天天的想 这个是投燃 一个大 一身惊雷 哎 把他脑洞打开 哎 大家什么 起身 凌晨四点钟 跑到实验室去了 跑到实验室去了 然后就用铁丝 当时还没这种 画得漂漂亮亮亮的东西 他就用铁丝 搞了个 搞了个什么 这种模型 就这种双骨 DNA的螺线结构 就跟他那种铁丝 搞的啊 搞出来之后 哎 他就异响天爱的 这就是DNA的 模型结构 然后 他就当年 在1953年 当年 哎 这个 自然杂志 投稿 哎 说他是什么 提出了著名的 DNA的模型结构 好了 既然我自己提出来的 什么呢 你又说我的个人们 你想一想啊 我肯定要给你 所做的 就是我当地一做的 你肯定个人当地二做的 虽然这个 可你个什么事没干 就是唯一的 就是给他的老板 这个 DNA的金铁丝照片 啊 X3的照片 偷偷地给他瞧了一眼 哎 给他刺激了 所以他就给他搞了个第二做的 最后 这两个人 就最后 提出了这个 螺线结构 就 在1962年 9年之后 经过检验 DT学院这个螺线结构是呼呼理论的 哎 一直用到现在 只能为了我们分支生活要化实在最有意义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就是他的著名的DNA双螺线结构 所以就以这两个人的提出这两个人的哥们 发生或克里克 这个克里克是现实啊 那么提出了这著名结构 也叫做发生克里克 结构模型 也叫DNA双螺旋模型 也叫DNA的右手螺旋模型 为什么呢 因为在174年代 那么又发生了 左手螺旋模型 这个扭的方向 一个是右手 一个是马克能的相反 左手 所以 就为了区分 叫做右手螺旋螺旋 因此把这种 原来首先发现的 叫做右手螺旋模型 也叫做DNA双螺旋模型 也叫克里克 化生克里克模型 所以 这两条链 DNA双链结构 一条叫做克里克链 一条叫做化生链 就这样来的 这就是他的故事 讲这个故事 大家听 就激动他的斗子 大家都是年轻人 不要看你年轻 年轻算什么了 你说不定27岁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这智商科学 就在脑洞打开 第二个 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 说要获得诺贝尔奖 不是一定要做实业 有什么成就 你才获得诺贝尔奖 为什么 听说你呢 被别人给你验证了 你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诶 诺贝尔奖最主要的 就鼓励创新 一响天开脑洞 大开的这些人 第三个 就提醒大家注意 要想获得诺贝尔奖 还要什么 活着时间足够长 为什么 要别人真一事 你提出来 当时肯定有很多人质疑 你跟小年轻的 你像什么傻瓜蛋一个 哎 就这么菜了一枝一枚 你提出来 别人就 别人能够接受吗 别人不能接受 不能这事 我告诉你 那么你也没有讲 因为诺贝尔奖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很多讲 都是给他什么 死人 像哪个学习 像能够弄这些 都是给他死人 但是 外国人这诺贝尔奖 死人不给 一定要你活着 你即使是 瘫在床上 走不动了 但是你要活着 还是给活着诺贝尔奖 你死了就没有了 你比如那个 搞使馆婴儿的 那个使馆婴儿的 有一次 他嫩你糟头 当时没活着诺贝尔奖 一直到他 最后快死了 瘫在床上走不动了 宣布他活着诺贝尔奖 在有声之列 否则的话 对不到诺贝尔奖 他的老婆代表他 写那个诺贝尔奖 最后怎么样呢 到死 也没到哪会场这去 因为他已经台湾了床 三十多年后 在那个迟到的诺贝尔奖 其实他一直要给他诺贝尔奖 但是由于是 论你道德 所以 不会人民所接受 就是没有给他诺贝尔奖 所以大家注意了 第一 要提出脑洞大开的 这种创新思维 第二个 还活着时间就够长 你什么死了死了 还给你诺贝尔奖 没有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再注意 这就是为什么 诺贝尔奖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高领得的原因 就是因为 年轻的时候提出来的 你比如说 三十岁提出来这个理论 但是到八十岁别人证实了 五十年之后才证实 那么你也只能在 你五十年之后 八十几岁再获得诺贝尔奖 你比如说 第一个爱基因的 那个人就是这样 五十三年之前 发现了这个爱基因 治安 最后没有人给他当回事 一直到五十多年之后 受到别人重视 再回过头来 这个人就远的去提出了 所以等罗伯尔奖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讲这种故事到来听 今天斗志 跟我们考试没关系 那么跟我们考试有关系的 就是这种双弱线结构 你要跟他学好 因为双弱线结构 这是个著名的记忆 著名的 分子生物学的一个理论知识 所以他经常考虑 希望大家一起注意 好了 我们第二个双弱线结构 总体来说 就是归纳为这八个字 哪八个字 反向配对平行双链 也就是第二次 反向配对平行的 第二个双链结构 我这为什么要大家 给这个双链结构 这个不是都印在脑海之中 因为基因上考试这个双弱线用 解体这个双弱线用 所以这个图形是他基本图形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大家一定要印在脑海中 假如把这个图形在一扭曲 跟我们刚才拿一扭曲 那就画得漂亮了 但是你就看不到了 这些简介什么都看不到了 所以就把它拉平 晃大 大家来看 按照这个就OK了 好了 DNA是两条链 这两条链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叫缓向的 一条链的方向是五撇到三撇 另一条链的方向是三撇到五撇 大家可以看到这五撇到三撇 三撇到五撇 所以两条链的方向是相反的 因此它叫做反向 第二个是配对 配对是它的链的中间的简机配对 这简机大家看看 就是黄热色的 ATGC的配对 所谓主义定位的简机就是四个ATGC 所以这ATGC是配对的 大家看看这就叫配对 并且配对 大家还要记住 AT的配对几个狠线了 大家看两个狠线是不是 GC的配对呢 三个狠线 所以这不是画错了 为什么有的是两个有的三个呢 大家注意了 这是表示两个轻线 AT配对两个轻线 GC配对三个轻线 所以大家想一想 AT这两个轻线就有用于断 GC也有三个轻线就不用于断 所以我们在DNA变性的时候 DNA的双链要解开 那么这个轻线 简机成轻线就要断裂 大家想一想 哪个地方最用于断 AT最多的地方就用于断 为什么呢 它只有两个轻线 而GC的多的地方就不用于断 所以我们在DNA变性的时候 一个容量温度TM 所以容量温度TM就跟什么都有关 跟GC配对比例有关 当GC配对比例越高 三个轻线的这种配率越高 它永远解量不永远解力 所以它的容量温度就越来越高 换之 GC的比例越小 那么它的容量温度就越来越低 所以上这个容量温度哪个高哪个低 看什么东西 看GC的比例 而我们AT加GC 这个比例要保持什么 百分之百 所以它有时候给你一个AT的配对 你比如说AT的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 那么缓之 GC的比例呢 就是百分之八十 那么G的比例呢 那就百分之四十 你就会给它算出来了 是不是 因为GC是摩尔兽相等的嘛 所以像这种东西要经过简单的计算 有些难的字笔才会达得出来 不过你们还没考这么难 研究生总是考这么难 好了 这是第二个配对 所以配对的容量温度解力温度 就取决它GC的比例 这点大家知道 第三个是平行的 为什么平行的 两条链 一条五六三片 一条三片到五片 这两条链是平行的 所以像榫子一样是双五 内侧大家看看 内侧是什么 内侧是黄颜色的简基 外侧这些咋的股价 我们称为股价 上午跟他讲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由零三或驼阳和汤组成的 所以内侧啊 基本上都是简基 外侧是零三驼阳和汤组成 第四个词 就是双链 它是第一个双链 两条单链组成的 所以 总而言之 这个双模线结构 就是八个字 幻象配对平行双链结构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在这个基础上 很漂亮的动画基础上 还有扭曲 扭曲上哪个方言扭 大家看看 就跟我们高中的时候 学了什么 电磁力一样 是吗 叫做右手螺旋结构 是不是 这里也是右手螺旋结构 也就是说 第一个方向远到这 右手螺旋结构 像这个 一圈一圈 就上去了 好了 右手螺旋结构 大家还不来问我 有没有左手螺旋结构 有的 右手螺旋结构 所以这是 七十年代 我记得是七二年 我现在左手螺旋结构的这个科技家 也得到诺贝尔奖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右手螺旋结构 因为左手螺旋结构 比较难 你们还没考到过 只研究生考过一次 所以就不跟大家讲了 大家有这么回事 右手螺旋结构 这个掌握这个 现成的 也就是 顶着双螺旋结构的 最典型的就行了 好了 既然你是个螺旋 不停的扭曲 那么大家想一想 既然的螺旋 有没有螺旋 有没有直径 有 它的直径是两点三七个纳米 它的螺旋是三点五十个纳米 大家注意 每一个螺旋 大约有十点五个剪辑队 这个并且 这个十点五个剪辑队 这个跟我们原来的教材上面 数据是不要的 七万七万以前的教材 这个 数据是十个剪辑队 这里呢 八万家的改造十点五个剪辑队 所以这个十个剪辑队 很好理解 四个剪辑队 螺旋圈 360度 每个剪辑之间 错为多少 36度 这时候呢 每个剪辑队 估计出为35度多 因为它有十点五个剪辑队 所以这个数据改了 好了 每个剪辑之间的相对选择小度 是36度 不到36度 为什么有15个剪辑队 35度多 当然35度几多 他就没有说了 36度 原来很好讲 360度一圈 十个剪辑队这样落开的 原来60度现在上去的 刚刚一个剪辑队 选择的角度 是36度 这个很好讲 好了 大家注意了 逻辑是3.54 那么相应剪辑队之间呢 上一个剪辑队 下一个剪辑队 这种平面呢 这就是两个之间 两个之间 AT跟机车平面之间 那么这个垂直距离是多少 0.34个纳米 为什么0.34个纳米 因为逻辑的距离是3.54个纳米 你一圈几个剪辑队啊 10.5个 你给他一出 除3.54 除以4.5 那么刚刚得0.34个纳米 所以每个剪辑 每个剪辑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0.34个纳米 这就是右手螺线结构 好了 我们这里看到稳定性 你这样一个 这应该的双螺线结构 再把它圆着右手螺线 这样一扭局 每一个每一个向前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这是什么右手螺线结构 双螺线结构 那么这双螺线 他平时是稳定的 靠什么东西来稳定呢 哎呀我们刚才跟他讲了 很一向的稳定性 这没有什么说的 刚才跟他讲了 就是这些什么 哎呀这些 轻件 AT机式的轻件 来维持它的很一向的稳定性 哎呀这个很一向的稳定性 考过很多次吧是不是 哎呀但是很一向的稳定性 有什么来来维系 有什么件来维系 轻件 我也可以这样考虑 我这两个剪辑 AT机式的剪辑之间 靠什么来结合 靠什么结合 结合的意思是什么 勤结 也可以这样考虑 好 这是合影响的稳定性 还有逻辑 逻辑跟逻辑之间 哎呀 大家注意了 他有什么 3.54个拉米 那么这个纵向的稳定性 又靠什么来维系的 哎呀这大家有记一记 为什么他经常考虑 哎 靠什么东西 平面之间的 嗯 输水性对击力来解释出 没听说过吧是不是 所以啊 靠平面之间的输水性对击力来维系大家重向的稳定性 靠 剪辑之间的清洁 来维系大家很一向的稳定性 这下很一向的稳定性中向的稳定性都有了 好了我再问你一下 有横向的稳定性 有中向的稳定性 我再来问一下 哪个 稳定性高 是横向的高 是中向的高 大家想过没有 哎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假如这样的问题去 哪个高 根据是中向的稳定性的高了 解释对击力要大于清洁的力量 横向的稳定性 为什么 因为你在直接 DNA变性的时候 我全天一次加热 你比如说加热到 哎 45度 DNA就开始变性了 DNA一开始变性 是什么变性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河干山掉下来 而是中间怎么样啊 把它崩解了 由双链变成了单链 由双链变成了单链 也就是很一向的这个稳定性 AT及时配件 这个清洁断链了 所以 DNA的很一向的稳定性 要比中向的稳定性差多了 所以你看看 DNA变性了之后 有两条链 两条双链变成了 有一条双链变成两条单链 就是DNA AT及时配对清洁完全裂解了 但是 它一个个掉下 河干山链掉下来没有 没有 说明它的纵向稳定性很好 所以它的纵向稳定性 要大于横向的稳定性 而我们刚才讲了 即时配对的这个稳定性 要远远的大于什么 AT的配对 所以 你看DNA 在复制的时候 DNA要复制 那么必须从双链解开的单链 大家解开的位置 大家想一想 一定是什么多的地方 AT的配对的地方 AT的配对是两个清洁嘛 所以它就容易解开 比三个清洁的即时配对 所以即时配对的地方 就不愿意解开 那么 AT的配对的地方呢 所以这常常成为 DNA复制其次 简链的首发部位 好了 这就是它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股价 这个股价刚才我也跟它说了 就是这个红颜色的东西 一个股价是什么 脱氧核糖 和 零三组成 这是外侧的股价 那么中内面的呢 那就是简气组成的 所以这就是DNA双组线结构的 这些要考到的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实习习的掌握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讲到这个DNA双组线结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四题 15年考虑这个四题 维系DNA 双链 简机简配对的 化学简是什么 简机配对 那么就是AT机身配对 它是化学简 我们刚才说了是清简 AT为的是两个清简 机身配对是三个清简 所以这里就化成 两条AT是化成两条横线 那么机身配对呢 化成三条横线 就这个意思啊 一个是两个清简 一个是三个清简 所以正确答案为A 大家注意了啊 其他的你什么也要跟他搞清楚 不要跟他两者分为一谈 030剑 钛界 糖钢界 素水界 这是蛋白质维系 蛋白质结构的化学界 所以不要跟DNA核酸的维系界 相互搞分享 你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08年这个实体 有关DNA双螺线结构 叙螺线结构 答案A DNA的双螺线结构 DNA的双螺线 是核酸的二级结构形式 是不是 是的 一级结构形式 是核酸的排队税序 也就是减基的排队税序 二级结构 这是著名的DNA双螺线结构 三级形式 我们等一会再跟他讲 是在二级结构上继续 进一步的有趣 成超螺线结构 好了我们再来看答案比一下 DNA双螺线结构 是有两条 鸵亚核酸 或03位骨架 轴成的双链 是不是 哎 就这个红颜色 轴成双链 也就是它的骨架 是它的外侧 这个链 好 DNA双螺线结构 以右手螺线的形式 围绕着同一轴 有规律的排阅 是不是 所以成为右手螺线结构 所以 DNA正确 DNA 两股单链 就是两股DNA的单链 由5P到3P在走向 在空间排列相同 相不相同啊 两个方向是不同的 一个从5P到3P 一个从3P到5P 所以两个方向不同 所以在空间排列上 是刚刚相反的 因此 它要的做 拖物的打一下 打出来 那么就打D了 好 答案一 两个碱基之间的清洁 是维系 双螺线结构 和银向稳定的 主要化学线 我们跟大家说过 和银向稳定主要靠 碱基之间 AT基础之间的清洁维系 仲向拽高 输水堆基础的维系 所以一向正确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DNA的高级结构 DNA的高级结构 大家注意 出来研究人考过 你们还没考 考到现在 考到现在 大家注意了 出来教学大家要求 还没考过大家 提什么叫做DNA的高级结构 是它三级结构 实在DNA双螺线结构的技术上 进一步盘旋上 更复杂的结构 我们把它叫做超螺线结构 你看看 这个就是 是不是 哎呀我的天 那难找找的 哎 难找找的 但是它有它的规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河干山 土壤河干山 一个一个排的排的排的 接的像什么 我们的杀金一样 但是我的杀金 我给它 连在一块 哎 一个杀金很大很大 你比如说我做了个杀金做个披风 哎 大约什么 将近是 将近这个杀金 长度将近有1.5米到1.8米长 但是 中国人很有艺术 它跟它不停的这里不停的这个杀金 难找到这个那块 一压缩 回到什么 哎 说不定就是什么 装到我的口袋里面 装得很小 那么这个DNA分子也是这样 它平常长度大约是1.5米长 你都拉开呀 这种DNA 1.5米长 你想一想 1.5米长的这个DNA分子 长长的投降核干山年 你想一想 假如是个直的不能扭曲 那我的天哪 那每个细胞质要长2米长 它能装到你的细胞盒里面去吗 是不是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DNA在双路线结构上 不停的扭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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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到这一团 那么这一团 就给它不停的压缩 不停的压缩 压缩到最后什么 几个维米 以维米为单位 几个维米 哎 两三个维米 可以装到希望盒里面去 所以 这个DNA你来想都可以想得到 它绝对不停的扭曲 不停的扭曲 那么在恶极结构上既是继续不扭曲的 那么叫超弱性结构 在圆核生物 什么叫圆核生物 就不是人了 里面是细菌病毒这些什么圆核生物 那么它的这种DNA 是以B反的形式出现 叫做B反的超弱性结构 大家看看 左边呢 这是细菌的啊 这就是细菌的 这是人的 所以左边呢是细菌的 你看那B反的超弱性结构 漂亮吗 哎 B反的超弱性结构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圆核生物的 电信的这种DNA 有车的 就是不停的进行扭曲 不停的压述 那么压述的超弱性结构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有车的是人的正合动物 生物的 所以正合生物的这种DNA 虽然是线性分子 拖亚核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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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的一米多长 带死 那么它在二级这个地上不停的解 不停的压缩 不停的折叠 那么盘徐 成为进一步成为了什么 核小体 核小体再进一步的盘旋折叠 那么就叫染色的单体 染色单体再进行几次折叠 就是超弱性结构 就像我们大家在显文记忆 以下都可以看到的什么 叫染色体 哎 大家说一心的染色体 像八字形状的 他字形状一样 哎 叫染色体 所以它最后 从1.5米长左右 被最后被折叠 不停的扭曲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什么 大约几个五米 所以竟然不停的折叠 折叠 折叠在那一块 哎 你看到它乱找找的 但是 它有它的自己的空间结构 假设这个空间结构改变 那还了得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高级结构 第一个高级结构 接着目前为止 大家注意了 没有考过大家 那么大家就 看一个这个东西 核小体 核小体 就是整个染色质的 基本主持单位 估计它考虑这个吧 哎 你还有个什么东西考虑呢 没有什么东西考虑 估计像这样子 猿核生物的染色体 基本主持单位是什么 哎 这个很简单的结构 就考了这个高级结构 是不是 我估计它会出这种题目 其他的没有什么考虑的嘛 那么染色的单体 已经出来了 染色质 大家都知道 所以考虑干什么呢 是不是 我估计染色体面有点文章可以做 哎 大家什么 给这个东西记一下